有一场UFC我和大鹏的比赛 很多人都知道 那场比赛我仍然确定 我赢了 当晚UFC的老板白大拿眼花了推荐 说这是一场属一样的判决 你不用去狡辩那么多的 说多太多都是 都是掩饰 不服我 就还是那句话 随时 随时时间 随时地点 随时都可以打 我就这样说了 好吧 回答下个问题 我看到这个问题 王蔡和大鹏那场比赛 你认为哪个获胜 哎呦 我们其实都是 如果你是某个人的这个 粉丝的话 你的主观 你就会偏向那个人 所以那场比赛 其实 在观众来看 其实判谁赢 都是可以的 都没有问题 甚至判拼局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格斗比赛 格斗比赛 为什么说 有时候裁判也是很难 裁判也是很纠结 对于算细分 抠小分 才能抠出来 所以你说谁赢了呢 各有各的理 这就是格斗比赛 他不能做到绝对的公平 他不是机器人 他不是机器人打分 他是人打分 只要是人 他都有主观的这种骗 这种这种 那么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绝对 只能做到相对于公平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 也得看比赛 也得看开一些 也得看开一些 关于王赛和大鹏 谁赢了 方便并没有直接回答 巧妙地滑了过去 紧接着他又谈起了 UFC为什么越来越受欢迎 而战力士提拳 为什么会被UFC反超 为什么现在UFC这么火 为什么 因为 第一个比赛当然是精彩 第二个就是 看这种比赛 没有门槛 什么叫没有门槛 就是我不需要去了解 什么规则 什么得分的标准 什么击打有效 什么击打的点在哪里 我不需要看这些 我看UFC基本上 就是十场比赛 有八场都是KO获胜 那他就把他干倒 他就把他KO了 那个胜负就一目了 不需要我再去 上裁判去打分 裁判有时候打分 打得在 是专业的角度 但是每个人的话 他有自己的一个算盘 对不对 所以说为什么说 UFC看了这个 没有家里 没有那种 没有门槛 不需要懂规则 现在我们自由国际 战力士提拳 现在没落了 中国现在战力士提拳 没落了 为什么没落了 没落了 就是看不懂的人态度 也不是说打得不精彩 但是你要看懂这个比赛 你至少 你得懂规则 你稍脑 稍那个脑 我就懂那个规则 谁打谁几下 谁打谁几下 我看那个规则干嘛 对不对 那最后交给裁判 裁判一打分 很多主观的观众 他又觉得不满意 你打分有点偏 就会说黑拳 是现在 什么什么比赛比较焦灼 然后最后 然后然后打裁判打分的 基本上大家都在骂裁判 我们黑拳黑拳 都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就是给大家聊聊天 对 反正中国 咱的中国运动员 一打中国运动员 就一打拳 就是加拳 音声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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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